现在买家又是比较焦虑 第二个他真的是没有方向感 没有方向感 然后有时候你一看人家真的又抢的时候 他又开始着急 那我建议就去没有那 不要那么的着急 因为慢慢的春天来了嘛 其实会员也会越来越多 可能你的选择也会 但在这个里面 在这么多的选择多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慧眼失足 当然了 你是慧眼 很多买家也是慧眼 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好的东西的时候 经济给你 借你的手你要听它 怎么看待抢offer抢到 超过自己预算呢 这个一直就是一个 对买家来讲就比较考验他 就是说其实他一抢的时候 他心里会发慌 他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底线在哪里 那这种情况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很专业的经济给他意见 那这个经济一呢 他得很懂这个区域的一个价钱 第二你当然有一些数据支撑 对吧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将来的一个 不是能说100%准确 但也有一点预期在那里 比如说像我的客人 昨天我带他买房子 看了几个以后 他就来问我 那如果他说你是我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 他的那个情况就是 他如果比较轻松 可能就是买一个两房的公寓 八九十万 但如果他要买一个120万的 这样的一个duplex 或者townhouse 可能够一够也能够得着 好那我都有给他的建议 我就说既然他贷款也批了嘛 现在这种情况 你当然是要买个有地的了 那你house买不了的话 你起码也要买个duplex 所以这就是我给他的一个建议 那他后来也蛮听取的 抢off能捡到漏吗 其实这现在抢off这种情况呢 是有发生的 但是往往他很多是低开 因为其实像我们比较有经验 一看这个房子的价钱定价 就知道他就是低开了 那这种低开的情况 我不会建议我的买家 就蜂拥而上去看啊 去抢啊 我第一首先 第一我得分析一下 比如说最近我在看到有一个 在南宿里的一个duplex 那他周围的 其实全新的duplex 叫价大概在120多万 29万左右 那他这个也是叫120几万 但问题是 他当时在去年买进来 就是150万 你觉得这样子的卖家 哪怕他就愿意赔钱 他也不可能赔这么多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低开 这时候我就告诉我的买家 我说你要去抽热闹 看看那也是可以的 但你就别指望这个价里 拿得到肯定是拿不到的 然后他的资金本身就有限 他不可能买到超过130的 这样的房子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 这就是在做无用够吗 有什么建议给现在 入市的买家 现在入市的买家 其实我认为就是 还是按你的资金的能量去走 不能让自己太辛苦 就是说你完全够不着的 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如果真的 有足够的资金的话 我建议还是 头有地的房子会更好一点 当然了 如果你没有这么多的资金 那你要先上车 你只能让自己走 你只能做到 你只能看不着 你只能让自己走